贫血最怕喝这汤,十月要多喝它,补血补气,增强免疫身体更棒。 到了十月份,深秋已经到来,各地都开始陆续降温,早晚的温度都很低。 雨水也非常充沛,阴凉的天气让人亏虚,脸色苍白,四肢也没有力气,身体抵抗力很差。 现如今,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人们不仅仅追求吃饱,更加注重养生,南方人特别讲究,晚餐喜欢给家里人煲汤喝。 各种食材都是煲汤的原材料。 今天准备用乌鸡、党参、黄芪、花椒和红枣制作一款汤品,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。 简单炖一锅,营养全部在汤品里,鲜美滋补,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。 想必很多人没有喝过这款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,到底应该如何烹饪呢? 不如跟着小编学起来吧。 贫血最怕喝这汤,十月要多喝它,补血补气,增强免疫身体更棒。 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的正确做法。 准备一些食材,选购党参25克左右,花椒50克左右。 新鲜乌鸡1000克左右,乌鸡又名乌骨鸡。 是一种秋季进步的汤品,具有补血液气,调理我们的身体。 好处多多,若干个红枣。 枸杞子少许,黄芪10克左右,冷水少许,温水少许。 一大块老姜,料酒少许,一丢丢食盐,胡椒粉半勺。 其他佐料,正确制作顺序。 第一步,提前准备好花椒、乌鸡、党参和黄芪等食材。 把党参和黄芪都洗干净。 生姜去皮洗净,切成若干片状,放在一边备用。 第二步,把红枣洗净去核,切成两半。 枸杞子用流水冲洗干净。 尝试使用冷热胶替泡发法。 先将花椒放入冷水中浸泡数小时,中途可适当换水以去除腥味和杂质。 待花椒略微变软后,转移至温水中继续浸泡。 第三步,泡发完成后,别忘了检查花椒的软化程度。 若仍有部分较硬,可继续用温水浸泡,直至完全变软。 泡发好的花椒应柔软而有弹性,色泽透亮。 第四步,花椒切成若干小块,乌鸡提前处理干净。 剁成大小一样的块状,用冷水浸泡出血水。 洗净捞出备用。 第五步,乌鸡块放入汤锅中,加上足量的冷水,放入老姜和葱段。 加上料酒少许,把乌鸡超烫去腥处理,准备好其他几种食材。 开始烹饪这道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。 第六步,提前准备煲汤的器皿。 锅中分别放入乌鸡块、花椒、党参、黄芪、红枣和姜片, 加上足量的纯净水,调到大火炖煮到沸腾。 第七步,中途要咬掉浮沫,继续小火慢慢炖煮。 让各种食材的营养炖出来。 最后加上胡椒粉和食盐调味,放入洗净的枸杞籽,焖煮几分钟即可。 这款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就制作完成了。 党参红枣花椒炖乌鸡汤是一款补气血的汤品。 选用乌鸡和一种药材,简单炖一锅,汤品鲜美。 滋补养人,补血效果很不错,让气色更足了,才能健康度过秋冬两季。 五红汤是由红豆、红枣、红糖、红皮花生、枸杞五种食材熬制而成。 这道汤中的红枣有健脾补血的作用,而深红色的花生衣有养血止血的功效。 枸杞则补肝肝肾,红糖益气补血,健脾暖胃。 把五种食材合在一起,补气养血的效果更佳。 五红汤用锅熬煮,时间需要比较久,我直接放在破壁机里打出来。 这样更省时间,口感也会更好。 贫血最怕这碗汤,隔三差五喝一次,补气养血,千万别错过。 五红汤食材,红豆30克,红皮花生30克,枸杞20克,红枣3克。 红糖适量。 做法,第一步,把红皮花生、红豆清洗干净,浸泡10分钟。 第二步,枸杞冲洗干净,沥水待用。 第三步,红枣清洗干净,去和剪成小块待用。 第四步,把浸泡好的红豆和红皮花生倒入破壁机里,再把枸杞和红枣也一起加入。 第五步,倒入适量水,水量为二小碗。 第六步,盖上盖子,启动破壁机,选择豆浆剑即可。 第七步,快要打好还剩五分钟的时候,打开小盖子,把红糖放入即可。 第八步,五红汤打好以后,破壁机会有提示音,然后倒出来享用即可。 山楂红枣苹果汤的做法。 我们先把需要的食材准备好。 山楂适量,苹果,红枣,冰糖。 山楂红枣苹果汤的详细做法。 一,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苹果处理一下。 冲洗干净,将苹果切成块状,放入小碗中。 二,这个时候再把山楂处理一下。 将山楂和去除,再把山楂放入淡盐水内浸泡后。 再把山楂冲洗干净,和苹果放在一起。 三,红枣也要冲洗干净,和食材放在一起后。 找一个干净的锅,锅中倒上适量的清水。 把食材放入锅中,盖上锅盖即可。 四,大火煮十五分钟之后倒上冰糖。 然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 烹饪小技巧。 这道山楂红枣苹果汤的做法,大家学会了吗? 因为它的口感非常好,清爽酸甜。 是一道非常瓜油清长的汤水。 不过,这道汤还具有补屑的作用。 红枣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,起到补屑养颜的效果。 女孩子常喝不仅有瓜油瘦身的效果,还有补屑的功效。 另外,这道汤的成本很低,家家户户能喝得起。 红枣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,而山楂和苹果的营养价值也不低。 本身都是低热量的食材,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 多吃能够代谢体内的毒素,还能帮助瘦身,防止口臭。 大家如果遇到的话,千万不要错过。 莲藕花生章鱼汤的制作技巧。 准备一些食材,挑选新鲜猪棒骨400克左右,猪棒骨是猪骨之一。 骨头比肉多一些,里面全是丰富的营养和骨髓。 经过焯水处理,搭配莲藕等食材煲汤。 汤品非常鲜美,挑选新鲜莲藕300克左右。 几个蜜枣,干章鱼拌片,花生30克左右。 梅豆25克左右,一根新鲜胡萝卜。 胡萝卜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蔬菜。 色泽好看,营养价值全面,炖汤能够更大发挥营养价值。 对我们的势力很有益处,一大块老浆,冷水足量。 少许料酒,少许胡椒粉和食盐。 其他,详细制作过程。 一,提前准备好章鱼、猪骨、莲藕、胡萝卜和其他食材。 先把胡萝卜的外皮清洗干净,用工具去掉外皮。 切成一些滚刀块,放在一边备用。 二,将莲藕提前洗干净,方便去掉莲藕的外皮,去掉外皮和藕结。 全部剁成块状,莲藕特别容易氧化,可以用水浸泡,最后控干水分。 三,章鱼放在器皿里,加上适量温水泡发。 撕掉最外面一层膜,切成大小相同的块状。 或者焯水处理,控干水分,将锅底加上食用油。 倒入章鱼块,煸炒一会儿,翻炒均匀,盛出备用。 四,几个蜜枣洗干净。 生姜切片备用,猪骨兜剁成块,用流水冲洗干净。 把猪骨倒入锅中,加上姜片、葱段和料酒。 将猪骨焯水处理,冲洗掉浮沫。 五,准备好炖汤的器皿中,放入章鱼块、猪骨、蜜枣、姜片、莲藕、胡萝卜、梅豆和花生。 加上足量纯净水,调到大火炖煮,中途撇去一层浮沫。 六,转至小火炖煮75分钟左右,全部食材的营养煮出来。 食材都炖熟了,加上一些白胡椒粉和食盐,焖煮几分钟即可。 这道莲藕花生章鱼汤就烹饪完成了。 莲藕花生章鱼汤的食用禁忌。 首先,章鱼作为海鲜类食材。 对于海鲜过敏的人群而言,无疑是需要绝对避免的。 一旦误食,可能会引发皮肤红肿、臊痒,甚至呼吸困难等过敏反应,严重影响身体健康。 其次,莲藕虽为温和之物,但因其具有清热凉血的功效。 体质偏寒或脾胃虚寒者应适量食用,以免加重体内寒气,导致腹泻、腹痛等不适。 特别是冬季,更应注意搭配温性食物一同食用,以平衡寒热。 综上所述,在享受莲藕花生章鱼汤的美味时, 我们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合理选择并适量食用,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,让这道传统美食真正成为滋养身心的佳品。 莲藕花生章鱼汤是一款营养的汤品,里面包括猪骨、章鱼、莲藕、花生和梅豆。 经过小火慢炖,营养价值价值高,汤品超级鲜美,喝起来很舒服,促进营养消化,气色越来越好。